21日晚上,中央气象局发布烟花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 市警报风轩影响范围涵盖宜兰、花莲、台东与中部以北地区带来不小的雨量 花莲市公所也召开防灾整备会议 请各单位严正以待,务必将灾损降到最低 根据中央气象局最新资料显示 烟花台风移动速度缓慢 即便目前未来路径预测,登陆台湾的可能性不高 但其暴风圈仍然会对台湾造成影响 尤其移动速度慢,代表暴风圈影响的时间会被拉长 带来的雨量会非常可观 花莲市长魏嘉贤召开防灾整备会议 首先由民政客长潘唐胜汇报台风最新动态 尤其烟花台风可能造成可观的累积雨量 将请各单位主管加强戒备 市长魏嘉贤在会议中指示 请行政室备妥管设发电设备 让施工所防灾工作可以更加顺利 魏嘉贤提醒民众做好防台准备 备妥防台物资 卸下大型招牌与看板 切勿前往西边或海边 若发布土石流潜在危险区域的撤离命令 还请民众配合撤离 施工所涉劳客会做好相关安置工作 记者长邦彦华林士报道